欢迎收看小高中国跳水队 在新一个奥运周期启动后 进行了第一次集训 17岁的奥运冠军 全红禅接受了采访 被问到减肥的话题 全红禅表示 自己回来之前吃了很多东西 10月14日下午 新一届国家跳水集训队 12名女选手 10名男选手 在北京训练局 完成了集结后的第一堂训练课 作为巴黎奥运会金牌得主 大部分都选择了回归国家队 其中两届女子十米台冠军 全红禅尤为引人关注 作为在巴黎奥运会之后 关注度很高的运动员之一 全红禅和大家一样 在两个多月休整之后 重新投入到训练当中 对他们来说 恢复体能找到状态非常重要 全红禅的脸明显胖了不少 他笑着说道 毕竟今天才开始第一天训练吧 我觉得后面那几天肯定是很苦的 记者问道 做好减重的准备了吗 全红禅马上尴尬的笑着说道 我觉得已经做好了 因为我觉得回来一定要减肥 所以我在回来前吃了很多东西 谈到自己将为下个冠军 所做出的努力 全红禅表示 我觉得四年时间看起来很长 但到了真正准备的时间 其实一眨眼就过了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 期待期待全新的全红禅 洛杉矶周期继续加油 全红禅这心态太棒了 及时行乐 该吃吃 该训练训练 全美棒棒的 该放松的时候尽情放松 该收紧的时候 全力收紧一张一尺 其妹不腿 蝉宝这才叫顺应天道 东迅加油 伤病退散 奋斗要被蝉宝笑死了 这孩子太可爱了 哈哈哈 这小圆脸 起码胖了五斤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他像是大勋的妹妹嘛 突然觉得 他俩长得像加油可爱的 美大的孩子们 大家只看到了你的荣耀 希望更多人能看到你的辛苦 哈哈哈 强者就是这样的 该吃吃 该练练 也就是放假 这么短的时间 可以开心吃吃喝喝了 平时训练又苦又累 还不能随便吃喝 太不容易了 天道尺 全能露為